好累喔 真的好累喔 哈囉大家早安 剛剛大概快十點九點半的時候 我們就先到交易廳把昨天的Vlog上傳設定好了 今天的行程呢 其實就跟昨天講的一樣 我們會先去吃昨天沒吃到的牛肉湯 吃完之後就會開始往安平古堡那一帶行進 高鐵票是五點多的 然後我們要搭大概二十分鐘的火車 從台南火車站到高鐵站 所以我們差不多三四點 就會回到台南火車站準備出發回台北 昨天昨天昨天就是這個東西啊 上面還有沒有我的血跡啊 我們剛剛騎車我們要去安平古堡 我們現在安平路上面 從那個方向一路騎騎騎騎騎騎 突然就看到這一間 這個文章牛肉湯 反正我們想要吃的到現在都沒吃到 然後這邊排這麼多人呢 我相信基本上就是一個保證 所以我們就直接跑來這邊排隊了 你有沒有發現每次連假我們只要出門 就是上次我連假去台中跟你一起去 然後這次連假來台南 我們規劃所有要吃的通通都沒吃到 所以意思是我們還要再二說嗎 沒有我覺得根本就你的問題 沒有我覺得根本就你的問題 第三位嗎 兩位嗎 兩位嗎 對 吃完了當然要分享一下感想啊 爆幹好吃 超好吃 我們從昨天到今天 總算有美食了 總算吃到東西了 對 好吃 沒別的了 我們點了 我跟你們分享我點什麼好了 這樣子講不好 我點了牛肉湯 然後送一碗牛炸 牛肉燥飯 牛肉燥飯 其實它其實就是肉燥飯 只是用牛肉做的 對 然後它點了一個蔥爆牛腩 尤其是那個蔥爆牛腩 喔 是不是 然後牛肉 原材還是要看我啦 然後牛肉湯的那個湯又 喔 牛肉湯真的很棒 我覺得牛肉湯的湯很棒 可是牛肉湯的肉 還好 就對還好 我們等一下呢 計畫去那個什麼四葉什麼道那邊的 那個安平古堡其實有路過好幾次 但我就是想要先去沒去過的四葉草道 好像叫四葉草道吧 開什麼的 那我們去之前呢 那口說想要先吃這個 紅磚布丁 你看我的頭髮 我們現在人在大眾廟這邊 我們剛剛其實騎車騎過頭兩次 就是才好不容易發現那個搭船的地方是在大眾廟這裡 這是排隊的人潮 啊 千萬別弄掉啊 我從來沒弄丟過 只有你有弄丟過的紀錄 請 講得好像我弄丟過的東西一樣 就是因為我會弄丟 所以我就交給你 如果你也弄丟我們就爆了 如果我現在把票弄丟 是不是我們就能現在去有冷氣的地方 那我要怎麼做才能去有冷氣的地方 都沒有冷氣嗎 我的背包太大了 所以我這個 扣不起來了 我們等了大概半個小時吧 我們總算要上船了 其實我算是有一點實驗心態 就是那種網路上推薦景點 都會放那個拍的最漂亮 最美麗的圖片 那我是要來看看 到底是不是跟網路上拍的一模一樣 個人貴重物品 掉到水中 恕不負責 那其實這樣子有一點抖抖狠 來 第一排朋友 來 請趕快回頭往右後方 右上方 右後方 右上方 有沒有看到樹的最高點 一個黑黑的球在上面 喜鹊的家 喜鹊的鳥巢 喜鹊的鳥巢 玩完之後呢 這個行程差不多30分鐘 那 路上所看到的呢 其實就是我剛剛影片裡面 給你們看到的東西 但是 我覺得 船長很重要 還不是船長那個 解說的那個 導遊很重要 我剛剛有聽到 隔壁船的船長 隔壁船的導遊 我們那一船的導遊啊 一直在講喜鹊的鳥巢 喜鹊的鳥巢為什麼要蓋這麼大 因為喜鹊會訓練自己的小朋友 在巢裡面蹦蹦跳跳 所以喜鹊需要比較大的空間 那你知道另外那一船的導遊 怎麼介紹喜鹊的鳥 你們看那個鳥巢 那是小鳥的豪宅 導遊很重要 我們真的是坐到一船 超厲害的 對對對 我覺得超好玩的 又會講生態又會講歷史 還有遺跡什麼故事 我根本就是在做台灣霸旅遊 你知道嗎 這個呢 是長得非常像玩具 長得很像玩具的冰棒 你還記得你的口味是什麼嗎 忘了 我知道我的有香草 有香蕉牛奶 我的有奇異果 橘子跟火龍果 很酸 他說很酸 然後他說這個呢 一滴水都沒有加 全部都是原汁脖汁下去做的 嗯 他的芒果好忙喔 我這個芒果超忙耶 真的好像在吃芒果 好好吃喔 我這上面是芒果 他跟我說這個很酸 所以我故意跟他要這個 真的好酸喔 哈哈 吃完甜食 緊接著到下一間 飲料 我們一個高糖份的 新陳非常好 飲料 這個叫做香健歡 裡面是牛奶 跟紅豆 他雖然長得很漂亮 但是喝之前呢 還是要咬一下 我們來咬他一下 好囉 我們來喝囉 喝囉 還可以啦 還蠻好喝的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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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紅豆牛奶啊 不然的啦 漂亮嗎 超漂亮的 但也是要 藍莓加蘋果牛奶 但還是免不了一死的命運 不好意思 我覺得 超好喝 跟剛剛那個香健歡比 這個完全是不同label的好喝 把你嘴角黃黃的擦一擦啦 雖然離我們搭車的時間大概 還有兩個小時吧 現在五點 欸 現在三點多 一點點 然後我們車的時間是 五點多 不過 剛剛那樣子去玩完之後 其實還蠻累的 所以我們決定 就先回到原本住的旅社 整理一下東西 然後 休息一下 等一下出發 回去 這個 昨天 我們去 什麼地方買的 其實我不是很記得 MOMOTA 那我們現在呢 總算有一點時間 可以來進行試喝 冰了一整晚 又拿出去外面 放在我的背包裡面 在外面跟我們熱了一天 到現在 我說說你要喝了 昨天就應該要喝了 我很擔心裡面會有很嚴重的狀況 飲用前 請先搖一搖 我覺得喝起來味道有點怪怪的 我就說 不然你喝一點點就好 試試看 壞了啦 他後面回來的那個是乳 是乳酸的味道 對啊 是腐敗的味道 壞了啦 就跟你說 不要一直放在背包裡面 叫你早點喝完 好餓喔 好啦 休息時間結束了 現在已經四點多 我們要開始出發 往 先去把這一台 還給人家 然後再走一段 有一點長的路 走到台南火車站 再從台南火車站 搭火車到台南高鐵站 再從台南高鐵站 搭高鐵 回到板橋火車站 這到底誰安排的行程啊 好 我覺得皮膚有點痛耶 我好像曬傷了耶 真的假的 這一趟在台南 我覺得有一件事情 非常的奇妙 台南這邊的 傳紅燈頻率是第一名 我昨天的時候 在有一個路口 就紅燈了嘛 我等個紅綠燈 那個路口還算蠻大條的 不是那種像 是大條的紅綠燈 結果那邊居然 不只是闖 闖過去就算了 它的紅燈又直接左轉 一口氣啪啪啪啪 大概四五台左右吧 所以我對這邊的交通 非常的 燦圍觀子 非常的驚訝 所以各位 來台南玩的朋友呢 騎車或開車 特別要小心 因為這邊的紅綠燈 僅供你參考 這趟台南啊 那時候我們在出發的時候 一到台南 黑熊就跟我說 你有沒有帶防曬 太陽很大 小心你會曬黑 兩天結束之後 看我依然白皙 不過黑熊曬傷了 哈哈哈哈哈哈 那這支Vlog呢 一樣會 如其放出來給各位 明天又是 令人感到難過 又傷心的上班日了 好不好 那我們就明天的Vlog 回到我們的辦公室再見 那我們明天再見 大家掰掰 掰掰 我們剛剛做了一個很無聊的賭注 我們賭說黑羽會不會開手排車 他會不會打檔 我們賭注是下一次吃飯的餐費誰出 好不好 那我賭黑羽不會 你賭他會是不是 我覺得他會啊 好我現在直接打電話給他 喂 黑羽喔 欸我有一件事情很重要要問你 欸你會不會開手排車 你不會開手排車齁 你不會開場 你你會被騎擋車 你也不會對不對 麻煩你 那魚真 noise